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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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哭的 Hello 大家好 又是我Dee 今天帶大家來到西形盤 以前這裡有一隻牛 看著這隻牛就回到家 大家都知道我說哪間 一間52年的西餐廳 跟著我來 好了 進來這裡 其實有分兩部分 有一部分就是你預早訂 就有扒房 不然就要坐外面 OK 其實這裡有很多年歷史 有很多不同的明星拍照 有我最喜歡的 黃德濱 還有邵逸夫爵士的朋友 周星馳 跟著我來吧 好 我們已經進來了 其實Ready有很多不同的東西 我想說一下菜單 你看看這個菜單 其實這個菜單 是很久很久之前設定的 你會看到很漂亮的 漂亮在哪裏呢 大家還記得以前去一些餐廳 除了這間外 還有一些黃嘟餐廳 什麼什麼餐廳呢 他們一定會有中文 英文和日文 因為以前是很多很多 日本人在香港住的 事不宜遲 下訂單 等他們來 YEAH 好了 那些湯都來了 有羅宋湯 牛尾湯 有包 我告訴你 有誠意的餐廳 絕對不是賣光 一定要用Anker牛油 因為現在的牛油很貴 所以用Anker 應該已經很好 我是覺得很好 事不宜遲 我試了牛尾湯 最重要的是什麼 餐包 餐包 餐包呢 就是整塊牛油 吞進去 然後呢 嘩 大家看看 牛尾的位置 味道 它是燜到 全掉了 肉骨肉分離 嗯 嘴仔 先試試 那個湯很濃 吃到很多 有一點辣 很香 那種感覺是完全不一樣 做餐廳 要有一股原味道 那股原味道就是 老闆或廚師 他很用心煮成那種味道 好 當然是有田螺 沒有田螺是哪好吃的 吃田螺是把樹蓉拿起來 因為樹蓉特別好吃 芝士 這個吃完主菜上場 刺激的新美申是把黑椒汁加上香港人的元素 我們廣東人喜歡炒香的鑊 很香去煮的醬汁 而且把新鮮的蔬菜元素加進醬汁 會令醬汁本身的味道 不是加酒或黑椒 就可以有那種味道 好 第一個 你看 深美汁肉眼 你看到剛剛它是 馬上煮的蔬菜 是很煙的 但是很棒的 我不客氣了 先嘗嘗 我不客氣了 嘗嘗 醬汁很好吃 醬汁因為它馬上煮 很夠熱 很香 其實這間餐廳已經52年了 他們是很久很久之前 已經開始用美國的牛肉 以前很喜歡 掛龍頭賣狗肉 拿些巴西 扮美國 扮澳洲 很多不同的 但是這裡是原用了 50多年都是用美國肉 以前的美國肉 其實是一樣很高級的食材 在香港 一般你出去其他餐廳 就會吃巴西 但是這裡全部都是用美國的 接著現在做第二個 聖詹士牛柳 嘩 你看看這個多漂亮 剛才看到它煮汁的時候 它加了很多鵝乾醬 我剛才看到那裡的小罐 我想它加了一半二歲 其實很棒 我不知道可以說什麼 我只看到這裡真的吃一個醬汁 它的醬汁有很多種濕闊 你每次來都有不同的味道 你看 真的很美 它的醬汁加上鵝乾醬 很好味 和你在外面吃的另外一些 普通的牛柳、黑椒汁 其實完全不一樣 我覺得這東西是沒有辦法去取締的 真的很美味 因為我們的牛椒牌 發生在今天 人們會覺得一聲這樣 因為做一個牛椒牌的時候 就是六萬元 在這裡就可以買一層樓 這隻牛是根據安格斯牛畫出來的 美國牛 在香港的年代屬於少人吃 少人認知的一種品種 所以當做一隻牛畫出來之後 連做招牌的師傅都覺得 你有沒有搞錯 做招牌 一隻牛有肥膩 腳短短 做招牌這麼短的 擺出來 不好看的 這樣 他幫助你 將腳加長了 將牛略略瘦少少 但做完之後 我爸媽就跟做牛的師傅說 這隻牛是用來吃的 叫安格斯牛 所以它是肥肥的 腳短短的 但為何招牌都可以擺在四十多年的原因 就是當年做一隻牛幾萬元 我爸媽就覺得 如果叫人家再重做 人家就會虧本 那就算了 唯有全世界唯獨 一個腳長的安格斯牛 就掛在餐廳門口 就掛了四十多年 你看到這裡 我就想跟大家說 我叫了一個叫熱貓 你猜一下熱貓是什麼 Hot Cat What is Hot Cat 就是魚流的包 因為殖民時期的時候 很多人在大陸走到香港 做住司 你也知道 當時有仇盡百眼 人歧視 外國人吃熱狗 當時的香港人 就問我不吃腸仔 為什麼要吃腸仔 他們就叫這個 Hot Cat 熱貓 你吃狗就行 我吃貓 好 那就變成這個了 最後一個 地煎式煙蠔牛樓 嘩 真是很厲害 我很久沒有覺得 一間餐廳吃的時候 是吃了一隻碟 那隻碟是很歐綠色的 我剛才也有問過 其實只有在扒房裡才會有這些碟 這個牛樓是怎樣 它在中間開了一樣的蠔 在裡面 然後外面包著煙肉 當你吃過外面的時候 你吃了煙肉和牛樓 一起融合的層次感 然後當你吃中間的時候 你就會吃到煙肉的香味 有牛肉和蠔肉 混合那種感覺 大家看不看到嗎 它是在中間釀下去 我一邊切已經聞到一陣很香的蠔味 那 它還說 這個醬汁其實也是有蠔肉的 嗯 這個味道從哪裏出來呢 你吃過牛肉的邊 牛樓的邊包著煙肉 還有一種 巧克力 即是有些巧克力的感覺 然後咬下去吃到鹹 有牛肉的甜 然後你會覺得牛肉好像不一樣的 牛肉好像在游水 那為什麼會這樣說 因為它中間的蠔肉吃到很鮮的味道 然後外面還有煙肉 這個是很棒 其實你來一個地方 去吃到一些心機菜是很不得了的 這個蠔真的很好吃 謝謝 好了 最後一個 Crab Souset 這是一個橙的Pancake 除此之外 還有Amigo 還有的 那 煮的重要因素就是 你煮完之後 你不可以弄壞Pancake 這個很重要 挺好吃的 由於我沒有吃過很多甜的東西 我還是跟大家分享 好了 謝謝大家收看這一集 覺得這一集好看 記得留言 CLS 希望大家來這裡感受一下 究竟有什麼 舊式的魚味道 感覺是怎樣 希望大家都會欣賞 謝謝 拜拜 原來我顧著吃的時候 他說有雪糕 早說我吃雪糕 我經常都很想 其實由這隻牛 至今時今日的心機餐廳 除了人情味之外 其實我覺得 我希望可以把牛的動力 或者是一種 他們以前年代 我們做了前輩的人的精神 真的可以是現在的人 或者是現在年輕人 可以想想想 他們這樣發展 完全沒有想過 我這樣發展 會有什麼反應 好了 去到片段 多謝你看到 最後都沒有離開 剛才中間我們拍攝完 最後做了訪問 其實真的很感動 香港人是有香港人的精神 當你看到這裏 希望你來回這裏吃的時候 感受原本香港人有的一種味道 原本香港人有的一種堅持 他說得很好 就是他們把一隻牛 擺出來給大家看 希望現在的年輕人 不要忘記香港人精神是怎樣的 希望大家都會愛上這間餐廳 不是說價錢 而是說感情 而是說食物 因為我剛才聽他們說 Uncle說的 扒你到處都有 但汁是即煎即煮 希望大家吃到蔬菜味道 希望大家吃到人情味 多謝大家 加油 我真的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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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我突然間真的很感動 我真的哭了 我真的哭了 她哭了 她哭了 妳答謝